哈囉各位奇友大家好 我是夠夠先生 由於上一集啊是在講這個 決議對上新政 兩位神仙打架 那七番賽是第二局啊 那 呃 既然都講第二局呢 中間有提到第六局 那我就乾脆也 講一下第六局 為什麼我會直接跳到第六局呢 因為第二局跟 第六局呢 前面呢基本上是 一模一樣的 而這一次呢白旗也改變了 一些他的戰略 那究竟改變了戰略之後啊 到底這個白旗這個新政啊有沒有辦法實現 逆轉呢還是 最後呢又被 決議這個黑旗給笑納呢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這個點角就是 已經講了比較多了然後我們這就快速的給他帶過 好那實戰呢 白旗斑黑旗反斑 那 黑旗擋這邊就是要圍這一邊嘛 所以呢這個地方黑旗斷一個 白旗打吃 黑旗呢叫吃 白旗提 黑旗呢 再叫吃 白旗黏上 然後黑旗呢 打吃 白旗 斷 黑旗黏上 好 那到這裡的時候白旗飛 因為真子不利的關係所以呢 黑旗也跟著飛一個 好那到這裡呢白旗小飛一下 那黑旗呢 兼衝一個 兼衝一個就是比較 間接的照顧這一面 以後未來可能 作戰的時候這一種 兼衝啊可能會 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這一盤旗呢其實也 也有一點點起到作用啦 我們到時候來看一下 那接著呢兼衝完黑旗手拔了 就兼衝三 然後白旗擋 黑旗走這個 那白旗飛跟這邊好像有點像 但是呢 絕翼在 這個是2018年的比賽嘛 那他在這個時候啊 他 在第2局跟第6局啊這裡他都改變了招法 就是他往這裡走 然後當白旗走這裡的時候呢 他再搬 搬完之後呢再搬 然後再黏上 然後這裡呢白旗是用虎的 那這個虎跟跳的區別我在上一集 也講過了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 那黑旗呢再長 那白旗呢 這時候用雙的 那這個時候呢黑旗 貼一個直接拉出來作戰 黑旗斑 那這個之前我講過我可能還是會選擇走這個啦 不過這個確實 在AI眼中 好像是真的降勝率 但是我總是覺得 沒有走在這裡的道理 那實戰呢 還是打癡 再打癡 然後 黏上 黑旗叫癡 白旗黏 然後黑旗叫癡 白旗黏上 然後黑旗再黏 OK 這樣子就變成黑旗裡外都走到 但是這個地方的勝率白旗依然是 意外的是不差啦 那唯一有點不一樣的是 上一盤的白旗是有多跟這個黑旗做兩個交換 白旗才打入的 那後來就是因為打入了之後呢被黑旗這裡碰了一下當作 結財嘛 所以呢 白旗這裡啊 就乾脆怎麼樣 省略 省略了 多了這個人還被你這邊戰鬥多了利用 然後呢 黑旗多了這個人對戰邊這邊戰鬥還有幫助 所以呢乾脆都不走 直接打入進來 看看你黑旗玩出什麼花樣 結果黑旗啊這裡 絕印呢 以不變硬萬變 白旗飛 黑旗再貼 這裡黑旗走的都一模一樣 那白旗這裡呢也開始 做了比較大的變招 這以前上一集是講的是用跳 這一集呢 用長的 然後黑旗呢 還是用肥的 以不變硬萬變 那白旗碰 那上一集呢 白旗是碰在這裡啦 那其實 我覺得效果不會差太多啦 碰斷 那到這裡的時候呢 黑旗打吃的時候 白旗徹底的走的跟 上一集就完全 完全不一樣 而這不一樣之後後面的全部的走向 也都跟著變動 所以圍旗就是 這麼的有趣 一個地方稍微不一樣 後面就會牽動整個不一樣 好 好那白旗呢這裡是從這裡打吃 上一集我們講到的是 從這裡藏啦 然後呢黑旗走這個 然後白旗走這個 黑旗提掉 然後呢白旗從這裡打吃變成打結 那 其中這地方黑旗有這個結 這個碰啊其實還是 不小的結啦 可能白旗已經 經過第二局之後有所顧忌吧 所以呢這地方白旗從 從這裡打 好那這裡打其實也是OK的 好那打完之後呢白旗黏上 那黑旗啊 這地方的走法我覺得很 值得各位學習 我看了覺得黑旗這幾步走的相當的 飄逸很瀟灑 但是呢 又是一種 有種大將之風 因為這地方被打到啊黑旗的眼位會有 有 有所損失 所以 黑旗走在這裡 可是通常以我們的 過去的理論會講到說 這種旗啊 白旗黏上的黑旗這一顆已經受傷了 對不對 你這樣子虎啊 這白旗一拐過來 黑旗這一顆子 傷上加傷 更嚴重的受傷 但那為什麼黑旗要這樣走呢 其實這裡啊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件事情 就當作這裡沒有一顆子 就當作這一顆子是不存在 那黑旗徹底做活之後呢 再飛這個 你可以這樣子去想像 實戰的確實就是這樣 然後當白旗拐下來之後呢 黑旗 再飛 有沒有 這時候開始感覺到什麼 就是 黑旗藉著攻擊 要把這個中央的正式給怎麼樣 全部給笑納起來 那白旗 這個新政 跟決議黑旗會有一種 雖然他們都是AI 但是他們下旗還是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風格 那決議的風格比較像是什麼 比較像是 大局觀 以大局為重 那新政呢不是 他是在那種 短兵相接的這種作戰 他是下的異常強烈 而且呢 之前有一個說法是這樣子 決議啊 決議他下旗的時候是更看重勝率 但是呢 新政下旗的時候呢 是更看重 贏多少 他不管 他不太管勝率 只要勝率過半 他 會優先選擇 贏更多的走法 所以呢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的局部作戰呢 會下的比較 強硬 好 好 那這裡呢 白旗選擇小尖 黑旗走這裡 然後白旗再碰上來 碰完 這個地方正常來講 白旗啊 可能會選擇這種 打癡 可是這樣打癡 雖然是活了 安定了 但是啊 這個好像對黑旗啊 威脅就很有限 然後這樣子又被黑旗 搶到先手 好 那強硬先手比如說這個B啊 或這個掛 那這樣子 白旗局勢就真的有點落後 好雖然這個 旗是 貼黑旗貼七木板 白旗開局總是會有微弱的優勢 但是白旗也不能走那麼緩 好那實戰呢 而且這種緩旗也不符合新政的風格 所以呢 實戰呢 白旗直接碰 那如果黑旗長啊 這裡白旗就有可能手拔了 就可能可以走其他地方 比如說這種飛還是很大 OK 所以實戰 絕翼也不甘失落的斑 那白旗當然就直接斷上來了 那下到這裡啊 我知道就是 對於如果是極位的旗友呢 每次看到這種 扭斷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手忙腳亂 不知所措 現在到底 哪一顆旗子重要 我以前在七級的時候也常常搞不清楚 然後呢 我常常就會覺得說 因為 這個旗啊 打吃有一個糊口 對不對 然後打吃完我先照顧好 他長的時候啊 我再跟著跑看看 結果 如果是這樣子下的話 你反而就中機 這種旗其實最高手來講呢 他有一種 特定的 型 基本上每一種不同類型的切斷 他都有 有不同的型 甚至很多時候的切斷 他是 可以用 增子 門峰 爆磁 去吃掉 好像我之前有一個學員 他叫 WS 他呢以前在下棋的時候遇到這種扭斷 他常常就會 搞不清楚 然後最後常就被 增子門峰爆磁給吃掉 最近呢 他開始有意識的去注意這種扭斷的時候 要尋找增子門峰爆磁之後 他開始發現為奇 奧妙跟好玩的地方 有一次他就突然說他忍不住想要跟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雖然不是什麼特別厲害的事情 不過實在太想分享一下了 終於很有意思的用出 GoGo老師曾經教過的 等一手門峰 增子爆磁的概念 太高興了 對方 直接投擲 那如果說你想要了解這種扭斷對殺的話呢 要怎麼下的話 你可以點擊影片的下方這個連結啦 這個連結 專門是在 幫助你從極位 要如何提升 你的威脅水平 到三段 那他是有一個系統性的訓練 就比方說這一個 扭斷來講的話 他是有一個既定的模式存在 而這個既定的模式呢 就是從這裡打 打完之後 然後 順勢 再接上 OK 這種形狀很常見 很常見 OK 好 那接著呢白旗再拐 那這個地方呢黑旗其實走的一步 他是往這裡長 這個長也是正常的形 但是 這個旗啊 走在這裡稍微有一些些疑慮 就是這個旗其實白旗可能可以從這裡打 好可以從這裡打 那如果打在這裡的話其實這個戰鬥也是很複雜 好 黑旗也未必殺得贏白旗 好那實戰呢 這個地方白旗是選擇球穩 好是選擇球穩那這樣子其實 我覺得還是 55開的局面好那實戰黑旗再場 然後呢白旗跳 然後黑旗再跳 就變成雙方互相求穩 好 而不一樣的是 白旗啊 他這個先手活了之後在這邊中間連跳了幾首 把這個黑旗中央的潛力給消掉 但是呢黑旗同時也把上邊白旗的空也破了 而且這時候黑旗 也搶到一個先手 從這裡掛掉 好只能說雙方都有所得啦 好 那黑白旗呢 在這裡飛一個 好 緊接著黑旗這個跳啊 跟白旗這個飛的交換 嗯 我實在是有一點看不懂 因為這種旗感覺有點像幫白旗這樣子走 好 那我那時候也看了一下其他的職業高手在講 比如說像這個 中國的這個八冠王古力啊 他有講過這一局旗 那他就說 他說他也覺得這兩手旗交換感覺被白旗 可是 因為前面五盤旗 都是黑旗 都是 決意啊 決意獲勝 所以呢 他到這裡的時候呢 他 也 不好意思說決意的壞話 其實有時候人類下旗 或者人類在 評論一盤旗的時候 他不一定會 只有 單純這麼客觀的一盤旗 來去評論 而是 會根據 這個人是誰下的 來去評論 就舉這個例子來看 很有意思 你看因為黑旗是決意下 所以我們呢就 不太會說什麼 好 但如果今天黑旗是新陣來下我們就說啊這個可能是壞旗 這個是 很有意思的一些 一些 心理啊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實在呢黑旗是選擇踢 我唯一能夠理解的什麼你知道嗎 我唯一能夠理解就是 他準備要踢這一下之前先挑 當白旗在貼的時候黑旗這邊就不用補旗 而是可以從這邊 搶先進攻 這個是我唯一能夠理解 OK 但是 我覺得這個解法有點牽強 好 那接著走到這裡的時候 白旗呢 是在這裡 往下跳了一手 這個旗啊 看起來很小 實際上 蠻大的 坦白說這一手我一開始也沒有料到 他會這樣子走 因為覺得這邊不是在戰鬥嗎 怎麼會突然往這裡跳 實際上是因為這個跳 第一個是 讓這邊白旗有眼味 第二個 這邊黑旗啊 被跳到之後 這黑旗的根據地也出現問題 所以這一手是雙方攻防的根據地 好旗 那黑旗呢也不是省油的燈啦 在這裡再跳碰一手 如果在一街上這白旗也沒有 好 那實戰呢 白旗 再走這個 好 然後呢黑旗呢 這個時候 我當時的第一感是覺得說這個旗是不是可以往這裡貼一下 不過這貼其實還是有點複雜就當白旗這個提掉之後 黑旗這個黏上殺這個白旗啊 好像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也不是這麼的順利 因為這個地方首先這個可以彎過來 好彎過來之後呢 黑旗飛一個 然後白旗啊 可以 往這裡搬 然後呢再結上這個黑旗其實也沒有火 好 那這樣子下到這裡的話可能黑旗不一定好 黑旗不一定好 所以呢 黑旗 到這裡 白旗提結的時候呢他沒有從這裡貼去找結材 而是呢 從這個地方碰來找結材 好 那碰一下跟白旗這個斑啦 這個地方又變得很曖昧 好就這邊戰鬥呢還沒打完 這個一碰完交換之後好像這邊又要開出第二場戰鬥 好 所以這一盤其實 我坦白說有點難講 好有點難講 好 好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看 好那黑旗呢再提一手 然後這個時候白旗再拐 然後黑旗飛 好 那下到這裡呢其實戰鬥還是很膠著的 就是還搞不清楚到底是誰好誰不好 可是 就在這個時刻 不曉得為什麼 新政竟然把旗子 搬在了這裡 好 就是 剛剛是碰了一下 黑旗 白 黑旗碰了一下白旗斑 已經這兩個交換 結果白旗又再補一手 這邊不是在打仗嗎 這邊不是在打仗嗎 有點像是 這邊 你打仗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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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新政白旗跟決議說等一下等一下我先來旁邊上廁所 好不好你要不要來等我 你要不要來等我 決議當然不要嘛對不對 決議說我躲在這邊 他開始怎麼樣 他開始全力的 鞭殺這個白旗 看能不能把這個空給收掉 那如果說今天白旗只是簡單提的話已經活了 但是黑旗這個跳也圍到了地盤 他就可以呢比如說 從這裡打 從這裡打吃或者是黏上 來 整體攻擊這個白旗 所以呢白旗也不願意 白旗呢選擇跳一個 這個跳呢就是 想要透過 威脅黑旗 來間接加強這一個 那白旗呢 退一個 然後黑旗斑 然後白旗再小尖 先 開始 糾纏黑旗的旗形缺陷 這裡也就是說 白旗無論怎麼樣只要一提就活了 但是不要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樣子提就等於是認輸啦 所以你看白旗實戰這裡就走很強 那你既然這邊都走那麼強 為什麼這裡要搬一個呢 就是我是實戰是真的有點難難以理解啦 好那黑旗打吃 然後白旗踢 黑旗再退 然後白旗藏一個 那 黑旗呢 再走這個 白旗呢實戰跟著搬 然後搬一個找結 然後再踢結 好那下到這裡的時候呢 黑旗呢 從這裡反打過來 OK 然後再黏 下到這裡其實局面已經開始漸漸的明朗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一手脫離主戰場之後 白旗這邊啊 想要進行反擊都變得相當的被動 你看實戰白旗退個 又想要殺這一塊 然後呢 鋪一下 黑旗踢 白旗黏上 黑旗跟著黏 好 白旗再跳一個 然後 黑旗 擋住 連接 好白旗再壓 他想要反揪這一塊 好因為這個地方啊你如果 去提你真的都慢了一手 好然後這一塊也還沒火 對不對 好所以呢白旗想要 邊揪住黑旗來 讓黑旗沒有空 走這邊 好那實戰呢黑旗走這個 那白旗這裡很想搬 但是 有點困難 為什麼因為這個時候黑旗簡單一虎之後 這個1.33進來 這個白旗也還沒火 好那你如果在 在肩 補這邊這一塊的話黑旗這一年這白旗應該就差不多掛了 好所以呢黑旗白旗現在 變得有點手忙腳亂 好 所以 白旗呢也不敢搬了 好那不敢搬了可是這一塊也還沒火這一塊也還沒火怎麼辦 好 只好先從這邊打 看能不能揪住這一塊 好結果黑旗呢直接不理 黏上 然後白旗再短 黑旗呢黏上 好白旗立下 好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黑旗被反包圍了對不對但是實際上 這地方黑旗可以搬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白旗這裡沖一個 黑旗黏上 好白旗如果再斷的話 這個地方黑旗可以先貼 好先貼完這有一個針子 有沒有 好這有一個針子 那如果白旗 呃 拐一下呢 黑旗啊有一個打 好白旗長的話 黑旗可以叫吃 然後呢 再叫吃 然後再叫吃 然後呢再拐 那這樣這個還是死掉 好這個還是死掉 如果說白旗再彎呢 那黑旗叫吃 那這個就被針子吃掉 OK 好所以呢這個地方 黑旗啊 黑旗斑的時候白旗已經不敢斷了 好那白旗實在先沖一個打漿了 然後打漿完之後呢再黏 那黏上的時候這個黑旗要小心 這時候他就不能擠這個了 好因為擠這個時候呢白旗再斷了 黑旗 剛剛我們用這種貼的旗已經不成立了為什麼 因為這個擠 這個黏上跟這個 這個擠交換完之後這個黑旗已經 少一氣了 那白旗可以直接叫吃黑旗 好所以這樣子是 黑旗不行的 OK 好所以呢 黑旗也知道 說啊這個黏上白旗依然是活 但是呢 活了又怎麼樣 你這邊 還欠一手 對不對 那這時候白旗也不能斷 雖然黑旗看起來很危險對不對但是黑旗叫吃 然後呢 這裡再叫吃 OK 好在叫吃 在叫吃 有沒有 好 在 這裡甚至可以直接這樣叫吃了 OK在叫吃 好然後在叫吃 好在叫吃這樣子這個 這個 白旗已經不行了啦 好白旗不行了 所以呢白旗這裡啊 又要很忙的補 我們看喔 白旗同時要忙這一塊 還要忙這一塊 這一塊呢 以後衝個點三三還是有點危險 然後呢 三塊已經處理不完了 現在呢又要再處理這一塊 然後黑旗再黏的時候白旗實在是沒辦法就這一塊 好 只好先來這裡做 那做活完了之後呢 黑旗在一小間 現在又變成這兩大塊 要處理 非常的忙碌 白旗貼一個 然後黑旗走這個 好這個時候呢 其實有一個型啦 就是白旗這個貼啊 黑旗是不能擋的 因為這樣子白旗可以直接叫吃 不過這個地方 黑旗也準備好了 因為有搬到這一下 黑旗可以糊在這裡 當白旗在衝的時候 黑旗甚至是可以直接擋住的 或者單退也行啦 怎麼樣都行 那這樣子這個白旗依然是不太行的局面 OK 所以白旗也沒辦法衝這個黑旗的形狀 只好先從這裡拐 好 然後黑旗藏 如果白旗再衝黑旗還是可以糊 那樣這個白旗還是危險 好所以實在白旗再衝的時候呢 黑旗這個時候就先回來補這個 好 然後白旗搬 好黑旗 簡單的衝 衝完之後啊 因為這個地方有兩個斷點 黑旗要補 黑旗實在是用飛的方式補 好 如果白旗只是簡單接 那這個黑旗已經 先手補完了 好先手補完了 甚至可以直接斷 好那這樣這白旗可能 有點慘 實在白旗呢 跨一個 跨完之後呢 再選擇黏上 那這個地方呢就會 變成 是先手 好因為這有一個擠 對不對 所以呢 黑旗 要回來後手 比起 所以白旗這個有點像是苦肉計 可是苦肉計走完了之後 搶得一個先手 外面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完 變得手忙腳亂 白旗再搬的時候黑旗 強硬的搬 這時候白旗是不能斷的 因為這個地方一打吃 增子 好白旗增子又不利了 好大家可以自行驗算 白旗實戰呢 再虎一個 好 那下到這裡呢黑旗啊 直接亮殺招了 那這個地方其實白旗要做火 也是可以 比如說走這個 然後呢再選擇立下 如果黑旗走在這裡 那麼白旗呢 再虎 那這樣這個白旗是整個連回去了 好 但是連回去了呢 這個被黑旗這樣一飛到 這整塊也死掉 基本上 也不行了 好 所以這地方白旗感覺上像是在找投場 好就是黏在這裡 然後被黑旗這一段 然後白旗這個擠啊 黑旗就黏上 然後白旗立呢 黑旗就在擋住 最後這個地方白旗這個已經是死掉了 現在下到這裡已經死掉 好就算這個提示先手 黑旗這裡要黏上 好 這裡打吃 好這樣子是可以活啦 好但是這樣子這個 這活了也是 也是不夠啦 而且 基本上這一手 黑旗應該是可以補在這裡 當白旗提的時候黑旗是可以補在這裡 好補在這裡啊 如果白旗黏上的話黑旗再跟著黏 好 那這樣子白旗這樣後手活的話 黑旗再往這裡一場這個死的也很大 好 所以呢 白旗下到這裡啊 就 可能是放棄了 直接搬在這裡 然後被黑旗這樣一年之後 這一塊大龍已經宣布死亡 好 因為這個時候呢 白旗再走這個叫吃已經沒用了 在叫吃呢 黑旗長 好 這邊 是後熟一個鹽 這邊也後熟一個鹽 你如果吃這個 白旗黑旗可以叫吃 然後 然後 再選擇鋪 好那這樣這個白旗依然是 死掉了 好 所以這一盤旗 我覺得白旗呢 其實在這一代的扭斷作戰呢 是蠻強硬的 好也是有成功的 揪住了這個絕意啊 但是在關鍵時刻啊 很可惜的是這裡不知道為什麼跑來這裡搬了一下 可能這打結的運算可能 人類有一些沒有辦法理解吧 他可能不知道算到了什麼東西去 所以呢突然在這裡又搬了一下 而導致了這一邊的戰局整個 變得很慘烈 不然的話我覺得 還是 難分難解的一盤旗 OK 好那這一局旗就先講解到這裡那如果說你是即位的旗友常常對於下旗的時候 有點搞不清楚這種作戰的方向好像這種 新政突然也搞不清楚了 他應該是要來看我的這個影片下方的這個連結啦 好啦開玩笑的 那如果說你是即位的旗友常常下旗 不曉得要 重點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看這影片下方的這個連結 他主要會告訴你說 即位到三 三段的這個 訓練的四個步驟 你要知道這四個步驟 的話你才有辦法知道 你的旗要怎麼變強 OK 好那我是GoGo先生 那我們就到這裡了 拜拜